我妈竟然在节目上说什么 说我女儿她就是个草包 我小姨姐听了我妈讲这个 我就整个人跳起来 乔姨姐说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收看 我到现在我都 traumatized 我有阴影 我怎么敢让她再来上 你怎么会在节目面前 怎么会在这么悠着节目上 这么悠着电视台讲说你女儿是草包 怎么会 Why 我还没有和解 我还没有和解草包这个事情 你要刘妈妈解释什么 我这一辈子哥哥以外十年了 十年了 有四个的题目可以找她来上 我再想一想 I think about it 我觉得这种人可以想一下 如果有一个适合的话题 刘妈妈一直在我们旁边就这样 我们不要忘记她曾经跟我上节目出了什么包 让我这一辈子都吞不下自己的包 你怎么还记得啊 对 我们上小姨姐的节目 你还记得 这么优质的节目 小燕姐的节目 这么优质 高 就是很高贵的节目 我妈 我一个塑造形象的艺人 我容易吗 我妈竟然在节目上 说什么 说我女儿 她就是个草包 我小燕姐 听到我妈讲这个 我就整个人跳起来 小燕姐说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收看 我到现在我都 traumatized 我有阴影 我怎么敢让她再来上 你怎么会在节目面前 怎么会在这么优质的节目上 这么优质的天才讲说 你女儿是草包 怎么会 Why 因为刘妈妈认为呢 请大家告诉我 草包是什么意思 你们认为草包是 在刘妈妈的心里 草包就是疼爱这个女儿的意思 因为刘妈妈认为这个女儿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射手桌就是讲天马行空 她的逻辑是跟我们不一样 草包就是草包 而我是个公众人物 我妈在一个这么一周节目 这节目是有底的 你现在女儿回来可以找得到 她接着说我是草包 你们觉得草包是有贬义 还是有褒义 what do you think 有爱义 刘妈妈的心里是爱义 因为草包 对刘妈妈认为就是说 对她也听不懂 你看 你看她的脸 你看她的脸 你看她脸 你看她脸 草包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她的脸 她也不认同 然后就是有点 你不太好的表现 那这样的话可能是 刘妈妈的 对 不是 她讲我草包 你讲 草包就说 这个人没什么内涵 啥都不会 所以她是个草包 Exactly 你觉得我是草包吗 我是草包吗 那倒不是 刘妈妈的第一次说 我这个 你不要再讲吗 你不要再讲了 草包不是草包 你不应该讲草包 你要他讲完 我就讲 这个我还没有和解 我还没有和解草包这个事情 你要和妈妈解释什么 我这一辈子哥哥以外 十年了 十年了 就这么一次上小艾姐的节目 十年 十年 你要和妈妈解释她的草包 是什么 我的心痛去 这个被我讲中枕大的意味 这个我还在看心理智商 小妈妈 摩羯座本来就会怀疑自己 当你的妈妈在一个这么优质的电台 在小艾姐没讲你草包的时候 你会有怀疑自己 我问你这个 你说 我不去 我和解 好你讲 你讲 你当初想讲的是什么意思 我当初想讲的意思就是 我心疼这个女儿 因为她的中文有的时候 人家讲话 跟她 我的中文有不好吗 我至少没有叫她是草包吧 她说她中文多好 她在节目上讲她女儿是草包 她现在说她中文不够好 所以她不知道草包什么意思 Hello 我的天哪 就是有的时候人家讲话 她会挥挖人家的意思 而且她很真 草包什么意思 没有没有 她完全都不会好像是说 帮自己伪装一下 她很真的自然的就流露出来 她当下的心情的感受 我只是就是说心疼我这个女儿 所以我才会说 我女儿真的没有像大家一般人想象的说 好像是精明能干 好像或者是 比较有心机有心眼的 没有人说我有心机 是你自己讲的 不是 我是 没有人觉得我有心机 我知道 我是认为是这个意思 你懂吗 因为她太真实了 她都不会好像说 自己好像 谦虚一点 或是隐瞞一点 谦虚 她讲我草包以后 她现在解释她还说 我不谦虚 她omma 握事 太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